蓝阳戏剧团团圆粉末登场 演出经典大剧《杜子春》 好方主啊 你中路 天哪没 台湾唯一的公立歌仔戏剧团 迈入第三十周年 把文学大师黄春明 二十年前担任艺术总监的创作《杜子春》 再扮上舞台 这个歌曲是我们的金 希望远远流长 大家共同的努力 把文化艺术产业观光 齐头并进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带动了产业艺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剧团三十周年 恰巧遇上宜兰戏曲节 喜上加喜 老县长兼剧团创办人游锡坤 也不缺席 团女人都年轻人 看到他们真的都是如我纯金 很高兴 挂上祈福夜 象征着蓝阳戏剧团 芝帆夜貌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剧团演出将在宜兰演艺厅登场 让台湾传统的戏曲文化 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前坠述 一万报道